好來掌握15字 熟悉2萬字 話不多說直接來講 今天的第12個單字叫做Antigen Antigen叫做抗原 這個字為什麼很重要 哎呀太重要了 你能夠聽到第12個字 表示你是真的很知憂生 你在前面看老師的這個 教學影片你會發現密密麻麻重點一堆對不對 要非常專注 而且專注 只要20分鐘 對不對你快轉20分鐘 那這就是為什麼密密麻麻東西 可以讓你在15個單字中 讓你學會 拆解2萬個英文單字 重點就在這裡 好那接下來一樣你專注的聽 然後專注的做筆記 將來有機會老師也把我的這個新制圖筆記公開 然後 上架讓大家參考一下 讓你學學看 好我們 直接來加入這個重點 講解這個重點 叫Antigen 來 Antigen前面要分成 一個字首 叫Anti 或者有的人念Anti 都可以叫Against Against 就是反抗對抗的意思 再來 後面這個字 叫GEN People 叫人的意思 這個也很有意思 這跟生命有關係 以前我們有講過 Birthday這個東西 有Bear 這個對不對 攜帶 對不對 分娩 這個以後我們 等一下有空我再幫你補充一下 再複習一下 基本上老師在講這個每一個字 我會大概放一半新的 一半舊的 所以 你又可以多複習幾次 好不好 那這樣 你聽到後面 多聽幾次 你就煩了 煩了你就記住了 好不好 好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Antigen 抗原 的意思是什麼 多選一點 抗原 Any substance 任何的這個物質 物質 如果不知道你就自己寫 物質 這個如果要來猜的話 這很有意思 這個sub以前我們常常猜 就是在什麼什麼下面 請你自己做筆記了 我就不寫了 STA STA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你有沒有發現它很像Stand S-T-A-N-D 對不對 站 這個東西叫做站 組織 這是我這麼記 我發現很像Stand 站組織存在 Exist 這個東西 ANC這個後面大概都是代表名詞 詞性 所以一般都是自首 字根 字尾這樣猜 我再搶一次 Prefix 叫做自首 自首一般會決定它是肯定否定 還是方向 方向就是上下前後左右前 或向內向外等等 或者代表數量 中間的字根就代表這個字圓的意義 Suffix就是字尾 字尾會決定它的詞性名詞動詞等等等 像這個substance這個東西 我看這個後面是ANCE結尾這個就是名詞 字尾聲 所以這意思就是任何物質 好吧 好來各位同學趕快做筆記 任何物質 怎麼樣 可以stimulate 可以怎麼樣 可以刺激 刺激 的production production 就要做這個製造生產 對不對 可以刺激 各位同學這個刺激 如果你不知道 這個是重要單字 考任何英文 檢定的重要單字 Stimule Stimule 講解一下好了 STU TIMU 這個東西 這個 TIMU這個東西 哇聽到打鐘了對不對 有沒有很像學校上課的感覺 也就是要這種感覺 來趕快做筆記 STIG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做記號 還有刺的意思 老師把想到的趕快跟你講 刺的意思 是 所以呢有時候我們會延伸 有時候我們會延伸 是這個 ST 因為我會想到一個字 Distinct 明顯的這個字 所以我會 直接幫你寫上 變形 STI T INCT 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刺的意思 STAB 刺這個意思 所以 有時候我們會把這個 STIMU 它的字根是這個 TIG 這個東西呢 STAB 就是刺 延伸成區分 清楚的 這樣知道嗎 自己做筆記了 我怕空間不夠 因為我接下來會講很多 因為我們已經進展到第12個單字了 這12個單字 我們因為有潛入深 後面會越來越加深 所以聽得懂 所以我留一些空間 放一些我個人覺得 在交到這一部分 我都會覺得比較重要的單字 好 STAB 就是這個 我剛剛已經有講了 衍生出這個區分 區分 STING 我會想到那個 Distinguish 這個東西 好吧 我現在就寫囉 趕快寫囉 你趕快做筆記喔 Stimulate 這個叫做刺激 這個後面是 ATE結尾 對不對 就是代表動詞 好 那 為什麼我要補充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 很重要的字 字根 好吧 所以有一些單字 我一般都會放在這邊一起講 像我這樣想 我現在會抓一些字根 然後開始我想 我腦中就開始有概念圖 心字圖 去放我想要放的字首 好 比如說 Distinct DI DIS 以前我們有教過 叫做分開 對不對 TINCT Distinct 這個叫做明顯的 自己寫囉 明顯的 Distinct 明顯的 形容詞 OK 所以 如果 慢慢延伸 這第12個單字 我們就會 放出一些 重要的 延伸字囉 比如說 Distinguish Distinguish Ish Ish 結尾 就是代表有什麼什麼 性質的 對不對 Distinguish 這個就是區別的意思 這樣知道嗎 腦海力 我就會想我要放什麼樣的字首 DIS 然後就開始過濾 看看我以前這樣教下來 30年經驗我會放有沒有什麼 IN IM 我掃一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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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會想 IN有 INSTINCT S T I N C T 天性 這個字 Extinct Extinct T I N C T Extinct 對不對 這個就代表絕種的 絕種的 我相信老外也是這樣 絕種的 EX叫做向外的 對不對 這個IN叫向內的嘛 DIS就是分開的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我的大腦是這樣運作 不曉得各位同學慢慢學 你學到越多 或常常聽我這15個字 講到你心煩意亂背起來了 你就成功了 對不對 常聽 INSTINCT 天性 Extinct 絕種的 對不對 所以 熄滅 熄滅也可以從這裡衍生 EX T I N G U Extinguish I S H I S H 剛才講過有什麼什麼性別 有什麼什麼性質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熄滅 對不對 熄滅 原來單字是這樣背的 老師嚇死人了 你從一個stimulate 你就給我帶這麼多 對啊 這樣才會兩萬字 對不對 我幫你們當 第一志願的學生教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你會說老師第一次量太多 沒有關係 你聽第二次第三次 受益的是你 好不好 這是 老師二三十年的 學習經驗 英文這個東西就是常聽 常聽 好不好 老師意思 趕快講完 好 趕快講完 任何物質可以怎麼樣 刺激生產或製造 Production Food Antibodies Antibodies這個叫抗體 對不對 抗體 這裡面前面有Anti 後面是Body Body就是體嘛 對不對 這是醫學名詞 Antibodies 製造 製造 生產 生產叫Production 對不對 這個如果你 常常聽老師講 你聽到 你煩了 PRO是什麼 向錢 對不對 Doc Doc是什麼 我先不要講Doc 我先講Tion Tion是什麼 名詞結尾 對不對 Doc是什麼 Doc是引導帶領 老師之前有講過了 如果你沒有 帶領 L E A D的意思 Lead 帶領的意思 對不對 這個 常常聽老師前面11個字都講過囉 你多聽幾次就知道了 我都會 一半新一半舊 對不對 如果你忘記 那我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知道他是引導帶領嗎 我腦中 就想到一個東西叫做Education Educate是什麼意思 就是教育 因為這裡面有這個DUC有沒有看到 有DUC是 就是這個字的字根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引導啊 帶領啊 吸引啊 我跟你講 我馬上跟你講 C D-R-A-W D-R-A-W叫Draw 吸引 拉或抽屜 有沒有 跟這個也有關係 對不對 吸引啊 引誘啊 引導啊 指導啊 都是跟這個有關 我念到這些中文你就把它寫下來 我想到這些中文 變化 變化就會是D-U-C-E 或者是D-U-C-T 我目前看到英文檢定考試 常常我在教學上講都是講這些 那你會說老師你多講一些例子 讓我可以做筆記 好 我現在寫下來 好吧 那你自己 專注的一些 做一下筆記 好吧 我用綠色的寫 那當然以後老師有辦法我再出一個最簡單的最簡單的新字圖筆記 因為我 我知道我以前考這種 大型的 這種留學考試 我發現 讀的東西要越精簡越好 所以我在想有機會我出一個精簡的筆記 給我的這個 同學 或者是我的 女兒們 這樣子 來我開始寫了 好吧 所以我的理想是出這個15章 15章A3的 可以讓同學貼在家裡某個地方 常常看 最後就很順利出國留學 英文程度還比外國人好 我們現在我們來學著 把這個DUC放在腦中 我這個educate的E有沒有講一下 E就是加強語氣的意思 對不對 ATE就是行動 所以我現在腦海中 我們要試著來放這些 前面的字首 看看可以產生哪些字 我會從ABCD一個一個放 所以像我這樣想 我就會想到 ab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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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叫做右拐 右拐 這不好的字啊 右拐 AB是離開嗎 離開 自己做筆記 DUC T我們有說過 這有引導 Draw 吸引 引右 這種感覺 對不對 Draw Draw 這樣知道嗎 所以 abduct 叫做右拐 然後我開始 自 我開始腦中就ABCC有沒有 CCCON 有 CON conduct CON是共同一起 對不對 常常聽老師講 你都背起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引導帶領 對不對 引導帶領 自己做筆記錄 我帶領就不寫了 ABCDDD有什麼 DED DEDUCT DEDUCT 就是這樣學喔 D D就是向下 向下扣除 對不對 DEDUCT 叫扣除 統計會計就 DEDUCT 如果你家 DEDUCTION 有沒有 如果是這個 DEDUCTION 對不對 這就是名詞的扣除 對不對 DEDUCTIVE 有沒有 TIVE 有沒有 這個東西就是形容詞 我比較常看到它是 DEDUCTIVE 是推斷的 自己寫下來 推斷的 推斷某個東西 就像柯南一樣 去推斷某種結論 DEDUCTIVE DEDUCTIVE 對不對 D E E E就是我覺得 我就是用 我腦海中就是用記這個字 EDUCATE 由它去發散 我教學上也是這樣 EDUCATE E ABCDE INTRO 有了 INTRO INTRO 沒有說過 是進入的意思 對不對 Introduce Introduce 你看 各位同學 DUC有沒有 就是我自己說這個字根 這就介紹 Introduction 特別名詞 是吧 RE 又想到了 RE REDUCE REDUCE是什麼 RE就是 回 對不對 回 Back 對不對 減少的意思 人的這個體重 隨著 年紀容易發胖 對不對 我真想回到年輕的時候 可以減重 那時候體重多輕啊 REDUCE WEIGHT E-I-G-H-T 減重的意思 對不對 減重 REDUCE WEIGHT 減重 這樣知道了嗎 老師 上年的課真的 資訊太豐富爆炸 對 就是這樣 好不好 你看我 我就是這樣去發散去學 我相信你也可以 好不好 所以這個整個意思就是在說這個 Antigen Antigen是抗原 對不對 它的英文意思 我從頭念一次 Any substance that stimulates the production of Antibodies 對不對 這個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能夠刺激抗體的製造 那個東西就叫做抗原 好吧 老師現在這個 現在不是COVID-19 現在是2020 22年 對不對 COVID-19 真的是很嚴重 這個字一定要學Antigen 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都要買快篩 對不對 快篩計你知道 快篩就是RAPID 快速的叫RAPID 對不對 所以你們家有沒有被那個快篩計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非常的 切中現在的時事 Did you buy the RAPID COVID-19 Antigen self-test yet 你買了 這個 新冠肺炎的 抗 快篩試劑了沒有 Self-test 自己測試自己 Antigen Antigen就是抗原 你買這個 RAPID COVID-19 這個東西了嗎 你這個RAPID可以放在前面 我家有快篩計 我就是 親自去看他的這個 使用手册 我發現他有的RAPID 放在前面 有的RAPID 放在後面都可以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這個 如果RAPID 放前面 你這樣就大寫 如果你把這個RAPID放到後面也可以 你就把它放在 COVID-19 RAPID Antigen self-test 這樣也可以 這樣好不好 好 像這樣對Antigen 有沒有特別有感覺 有記住了 各位同學 我自己寫一下 你看 我們這個 新冠肺炎 從2019年12月 第一位確診 現在經過幾年了 19 20 21 22 快要三年了 現在這個疫情還沒有 下來 對不對 而且變種 希望大家好好保重身體 對不對 利用這一段 這個 期間好好充實自己 好不好 加油 好不好 這個 好 講完這個Antigen的一個初步的 General Introduction 而且你對他有個初步認識 而且我還順便複習一些字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講入重點 我們現在 針對這個Antigen 也就是前面的Anti 或者是Anti 你都有人念 我們針對這個字首來做進一步的探討 我們來做進一步的探討 好不好 好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Anti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是反對 對抗的意思 他的意涵就是持相反意見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 反對 你舉個例子給我聽 好不好 可以啊 反對 像這個Anti-Foreign Anti-Foreign就是排外的 排外的 Foreign就是外國的 Foreign就是外國的 所以你有聽過外國人 叫做Foreigner Foreigner 對不對 所以Anti-Foreign Anti-Foreign就是排外的 有的人在國外留學 有些國家 其實不管是顯性隱性 好像都有一點排外的感覺 你會覺得在國外好像一個outsider 是不是 就是 留學生要付出 比當地的美國人 或者你是ABC 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得到人家的認可 沒有錯 多多少少都會有這種 這種 既有的一種 觀念 但是各位同學 這種就是激勵你 再度 挑戰自己 超越自己的一個動力 好不好 好 你也可以的 再來 老師 Anti 或Anti 也有對抗 是的 也有對抗的意思 我們就舉這個歷史 Gas是瓦斯 對不對 瓦斯或叫汽油 國外的加油站叫gas station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Anti-Gas Anti-Gas就是防毒的 因為Anti就是對抗 對抗瓦斯 瓦斯是毒氣 對不對 Anti-Gas就是防毒的 各位同學 你們要一起聯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講這個Against Anti 或叫Anti 他本身就有反對的意思 你有沒有想 想串連起來 以前 我們講什麼什麼的 釋手跟治根有反對的意思 是的 有OF 或者是OB 有沒有 這種都有反的意思 對抗的意思 反對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 有這個 有講到這個 Over 對不對 For就是 帶來 carry carry的意思 對不對 這over就是提供 這樣知道了嗎 就是有這種感覺 這個Against的本身是這個界隙詞 希望各位同學 不要忘記了 不要忘記了 這樣好不好 那這樣Anti 大概 我想到的 你 你這樣就趕快 學起來 一般 我又想到了 一般 這反對 對不對 反對 我看看這裡有什麼 我又突然可以想到的 這裡在講substance sub是什麼 想到了 sub是什麼 sub是在什麼什麼下面 對不對 那我在這邊 我常常鼓勵同學 你要串聯 sub sub是在什麼什麼下面 對不對 那你就要學著 在什麼什麼上面也要一起學啊 有哪些 我會想到 花個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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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到super這個字 super有那種over above的意思 對不對 Above 不曉得你有沒有跟我一起跟上我的腳步 在什麼 什麼下面 是sub 對不對 所以以前我們有講 這個sub acid 略酸的 你還記得嗎 哎呀 如果忘記 我趕快幫你複習一下 sub有哪些 我常常舉的例子 我等一下再擦掉 sub acid 這個回上一步 上一步 sub acid acid也是酸的 所以 A C I D 略酸的 這個sub有 這個在什麼什麼下面的意思 對不對 還有 divide divide叫分開 前面再加sub sub divide sub divide sub divide divide 這個叫細分 是不是 以前有教過 你不要說沒有 sub也有向下的意思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 conical conical我會常講 c O N I C A L 這個是圓錐形的 對不對 所以 sub conical sub conical是什麼意思啊 接近圓錐形的 接近 自己寫囉 接近 追形的 這都是老師常常教的字 接近 追形的 你如果聽這15字 你就會快要被我 煩死了 你開始有煩的感覺 你就是開始進步了 對不對 department 叫部門 所以sub department 我自己寫不下 d e e p a r t m e n t sub department 就是分部 對不對 就是分部 就是分部 分部 自己寫了 分部 分部 還有subway 我也講過 這個是前提 一個牌子 對不對 subway 地下鐵 等等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要一起學 Super Super 就是在什麼什麼上面 Super 我常舉的 例子 supersensitive 對不對 supersensitive 超級敏感的 過於敏感的 對不對 saturate saturate 是充滿 然後 這個 或飽和 的 對不對 使飽和 所以supersaturate supersaturate 就是使過度飽和的 要不要幫你寫 幾個 幾個老師常教的 我自己都操完了 沒關係 我寫在這邊好了 等一下擦掉 我寫這邊 好來 我寫這邊 各位 我現在講的是 super的 幾個比較重要的字 一直在加深你的印象 supersensitive 自己自己加 這個 這個 super 再加 sensitive s e n s i t i v e supersensitive 過於敏感的 自己寫了 過於敏感的 還有 你也可以在家 supersaturate s s sat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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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使充滿 所以 supersaturate 就是使過度飽和的 使過度飽和的 還有一種是超國家性的 如果你後面再加這個national n-a-t-i-o-n-a-l national 你前面那個super要稍微變形一下 s-u-p-r supro national 這是超國家性的 超越國家的 超國家性的自己寫了 super就大概想得到這個了 以後再慢慢補充 還有什麼超級興奮的 世界盃 對 super excited 是不是興奮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放名詞 excitation 對不對 e 好吧 還是 擔心同學 super 前面 後面再加 e x c i excitation t-a-t-i-o-n 這個東西 這個叫過度興奮的 對不對 過度興奮的 我老師你這筆記太太豐富了吧 是啊 過度興奮的自己寫了 好吧 這個空間有限了 我等一下下面 我都還沒有講到gen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只好這樣先寫下來了 好吧 好 可以囉 我 那我開始擦掉囉 我橡皮擦擦擦囉 啾啾啾啾啾 啾啾啾 gen呢 這我擦掉了 好吧 我前面在講的重點 就是說 同學我在教這個字首 我順便幫你複習 我聯想到的 相對應 相關的字首 這樣可以嗎 這你們學也是要這樣學 我強烈建議 好 來開始 好 那接下來老師就要開始講這個 第二個 這個gen這個東西 來 我們一起來發散學習 發散學習 來 難怪可以15個字多 2萬字嘛 是吧 OK gen這個東西是什麼 give birth 這個就是 出生 意思 對 還有這個produce 你看 produce又來了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 production 你看 你可以這樣子聯想嗎 有沒有看到老師拉到這裡來 有沒有 有看到了 produce doc doc是什麼 我那時候就講這個educate 有沒有看到 production 製造生產 對啊 製造生產在這裡又一次了 對不對 是啊 所以隱身 gen就隱身創造 起源 起源的意思 有相關的變形 我寫在這邊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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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對的這個代表行動 這個我沒有講過了 所以它一種變形 gene er 這裡有 有沒有看到 老師這裡有寫 gene er 對不對 生產 gene er 這個 你稍微要記一下 我光這個字 我就想到一些比較常考的單字 我這裡 subacid 你的擦掉 細分我這裡擦掉 好不好 因為我來 突然想到 我一定要跟你講 gene r這個東西 常考的字 gene r general al結尾 有沒有看到 這個叫做一般的 寫下來 一般的 要不然就常常聽我 多聽幾次 與什麼什麼有關的 就是al結尾 與什麼什麼有關的 就是al結尾 才有 如果前面 generate generate 是產生 regenerate r e g e n e r a t e re generate re 再一次 re叫做再 對不對 你看就是這樣學 re generate 這個字非常的有含義 這個字就是叫做洗心革面 人做錯事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洗心革面 對不對 洗心革面 寫下來 我講的都是考試單字 re generate 對不對 general general 是一般的 你如果也有相關變形 general reality 好吧 寫上去 把他改成名詞嘛 把他改成名詞嘛 因為我腦子裡就想成 g e n e r a l i t y 這個東西 名詞 這個叫通則 generality reality generality 自己寫喔 通則 要不然常常聽我講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把他改成動詞 對不對 g e n e r a l i z generalize 這個叫做動詞一般化 對不對 一般化 動詞使一般化 趕快寫起來 generalize 老師 這個教不完 太多 對 就是這樣延伸 但是你慢慢聽 你聽第一次會覺得很多 第二次你聽 你開始抓到50% 第三次抓70% 第四次聽你大概倒背如流 你就開始進步了 對不對 好 來 REG 好 來趕快 這個如果再加前面自我也太多了 好不好 比如說 de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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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過了這製造 AT行動 對不對 這個就代表退化 degenerate generation也是 G-E-N-E-R-A-T-I-O-N 這個常常講 generation gap 這個叫世代 G-E-N-E-N-E-R-A-T-I-O-N 有時候 你跟別的世代有代 G-E-N-E-R-A-T-I-O-N 太多了 太多了 好不好 我到generate 這裡就聯想的一些重要考試單字 就趕快寫上去 給你做筆記 給你做筆記 你如果覺得來不及做筆記 你趕快暫停 重聽 好不好 如果你第一次想做筆記可以 歡迎 趕快講 第二個叫製造 製造叫generous 充滿的 你只要OUS結尾大概是充滿什麼什麼的 形容詞 generous 慷慨的 慷慨的 對不對 這個generous 慷慨的 就會變一些衍生字 就會變一些衍生字 我趕快寫下來告訴你 衍生字 像慷慨的 慷慨的 常常我們做文 會用到這個寬宏大量 對不對 名詞 gener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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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音音應該是在這個R上面這邊 GENEROSITY 名詞 心胸寬大 對不對 寬大 GENEROUS GENEROUS 是形容詞 你可以變複詞 可以啊 GENEROSITY GENEROSITY NEW Y就是附詞 對不對 慷慨的 等等 自己變化 strengths 學英文就是這樣 你聽我多講幾次你就背起來 Generosity 寬大 有没有人对你很宽宏大量 你就说 慷慨的 Generous Generosity 讲这个他就觉得你很有水准 好吧 联想 Genesis Genesis是起源创始 你如果G大写 就是创世纪 一本书 很有名的书 Genesis Genesis 这个ate结尾是多意字尾 常常我已经之前的课 我这里都讲过了 如果动词字尾 它是动词的话 它就是始变成造成 那如果它是名词字尾 ate是名词 代表名词 它就会代表执行某职务 或始成为 这个后面有点看不见 我就擦掉了 我就擦掉了 它代表有始成为怎么样的人 或者是化学名词 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了 对不对 好 ate也有形容词字尾 有什么什么性质的 是什么形状的 对不对 我们也复习过了 那这个ous 为什么会讲 它是一个形容词字尾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generous 有讲到 对不对 形容词字尾 代表有什么什么性质 充满的什么的 它常常放在名词后面 会让这个名词变成形容词 所以像刚才老师讲的generous 有没有看到这个generous这个字 有 你看看 我现在举个例子 像continue它是名词 对不对 你看后面加ous 就变连续的 continuous 对不对 有什么什么性质的 还有这个字也常考 这个前面这个prosperous 是这个繁荣茂盛的意思 对不对 那所以你加ous 就充满繁荣茂盛的 就代表繁荣的 这个常常代表一个文明的一个繁荣 你如果常常大量的读文章 尤其靠这种语言检定的 prosperous 绝对是你要背的单字 prosperous 这个东西是繁荣的 prosperous 那这里有一些提供一些记忆的方式 给各位参考一下 proper是适当的 后面加success 为什么想到success 因为sper这个字根是代表希望 hope 前面pro是向前之前 对不对 适当的成功 就是prosperous 对不对 就是这么记忆嘛 对不对 你有很多种方式去记 好不好 很多种方式去记 那这样 你这样有没有一些感觉 有没有 有一点感觉 我就继续加深一点 好不好 我们毕竟已经到后面结尾了 我就把我想到的 好不好 就赶快跟你讲 让你多吸收一点 好不好 像这个sper是hope的意思 hope的意思 希望 对不对 在老师的这个教学笔记上 常常常都会教他的这种变形 spair 有太多字都跟这个sper 也就是或者是spair有关系 对不对 然后你赶快去做一下笔记 我想到的跟你说 我想到的跟你说 像这个dispair 应该是de de 我也是要pair pair 重来重来 应该这样 要会念 要会pair 这个东西叫做绝望 绝望 dispair dispair 赶快哦 绝望 第一是什么意思 之前有讲过 去除 对不对 所以常常讲的是绝望的 或者 绝望就是渴望 对不对 你在沙漠中没有水 绝望 表示你很渴望喝到水 对不对 所以常常会讲 这个渴望的 desperate d e s p e r a t 这个看电影 常常看听到这个字 desperate 对不对 绝望的 形容词 自己赶快做笔记 这个是形容词 绝望的 渴望的 自己写 绝望的 渴望的 渴望的 自己写 如果你要变副词 很容易啊 对不对 desperately 对不对 加ly 就是上面这个字 你再加ly 就变副词 对不对 就变副词 英文单字这样子 对不对 如果 我在教你 常常看电影 会看到这种 desperato desperperado 这个欧结尾的代表是人 对不对 desperado 这个字 是王命之徒 王命之徒 desperado 这个 有没有看过那种速度激情 那个 玩命之徒 开车飙车 desperado 这个东西 哎呀 对 这个都是从这里来哦 好不好 希望各位同学一起 从这个希望这个字 衍生出来一些考试 常考的字 好不好 常考的字 好不好 这个这个这个字 sper 这个一定要记起来哦 好不好 好 那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言家具 为什么我都要想讲一点名言家具 因为我听说读写 对不对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这个老师常辅导一些学生 他们第一次没有考过哦 哦 考托福 GRE GMAT 啊 还有这个SAT 啊 或者是IOS 哎 考过就很挫败 就觉得说老师 我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不会啦 也说考第二次也会过 对不对 我我都这样鼓励他们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 万物 不管是生物的物哦 事物的物都是一样都有定时 好不好 你有时候不要急 每个人的时间点不一样 早点考过 晚点考过 不一定有好处 各有难说 这里有 我英文怎么讲 我先讲一次哈 forever 不好意思 for everything there is a fixed time 定时叫做fixed time and a time and a time for every business business是万物 这个万物的 事物的物 叫business under the sun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对不对 所以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这么句话 常常鼓励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区 对不对 早考过 那是他人生的路 你不代表适合你 对不对 这个fixed 我一般都会把它带过来联想 fixed 这个以前讲过 你如果有听老师的课 应该是快要有感觉了 fixed 固定 束缚 使东西固定 组合使固定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讲一些重要的字 像什么 transfixed 叫做刺穿 对不对 prefixed 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字首 对不对 字首 那字尾是什么 suffix 对不对 字尾就是固定在字的后面 suff 就是under 对不对 字尾 现在知道我们在学什么吗 在学这个 prefixed root suffix 这个东西 所以fix有固定的意思 对不对 还有 你自己也要去复习一下 哪些有在什么什么下面的意思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suffix 有没有under 对不对 哪些字有under的意思 sub suf sup sus 这几个 sub suf sup sus 常常见的都有under的意思 好吧 还有什么字 affix 想到了 affix 这个也是fix 固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af是朝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把什么什么固定的 把什么什么固定的意思 好 读书这样一起读 我想到fix 我就想到什么 我就放在一起 对不对 我就一次讲 你也可以试着当小老师去讲 好吧 大概是这样 好吧 还有什么要 我看一下我这一块 我看一下这一块 这个我那时候编笔记编在这边 来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这里是在讲什么 这里是我自己插一下 这里是史诚伟 这个是在讲 为什么在讲 我想起来了 这个因为我要讲这个at结尾的 对不对 at结尾 at结尾 那时候我们有讲过了 at结尾的 at就是行动 是不是在这里 行动 对不对 所以只有讲at字尾的 有动词字尾啊 形容词字尾啊 或者是名词字尾 有没有 都是在讲这一块 所以各位同学 所以我这里放的 这个以前有讲过 这个叫暗杀者 assessing 对不对 assessing it 就是暗杀 这个我想起来 这个以前我 2022年我在讲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安倍晋三 对不对 这个被暗杀了 所以这个at结尾就是代表这种 行动 对不对 行动 assessing it 再来还有什么 candid candid 是公平的 光亮的 对不对 后面at结尾 这代表什么 candidate candidate就是候选人 候选人一定要让大家都公平 公正公开 对不对 希望这个候选人是一个光亮的人士 这个以前我在讲这个candidate candidate 有没有 蜡烛都有讲到咯 各位同学 如果你不确定 你要赶快去复习多听几次哦 好不好 这个叫候选人 再来这个determine determine叫做决定 对不对 determinate 后面at结尾 叫做确定的 哎呀 这个你要知道啊 知道啊 讲了 好不好 多讲一次 可能讲的会跟上次不一样 但是大家同小 因为每次讲都不一样 对不对 第一是什么 离开的意思 离对不对 trm是什么 是这个结束 界限 边界范围 它其实就是boundary 赶快写下来 boundary boundary 界限的意思 边界的意思 是不是 所以 你大概只要看到trm 大概都有范围限制 对不对 这种感觉 好 想到就赶快跟你说 像我们老师啊 常常找的字 常常看啊 就是有像什么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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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 对不对 第一是离开 trm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刚才写的啊 就是有结束边界 这种限制范围的意思 对不对 对啊 还有determined 这也是常见字字 determined 对不对 在作文里面 常常 这个ed结尾 就变形容词 坚决的 对不对 determinant 也可以变名词 determined determinant nant 这个就是名词 应该可以当形容词 形容词 决定的 对不对 决定的determinant 对不对 也可以另外一个形容词 可确定的 determin i n ablle ablle 结尾的 对 形容词 可确定的 自己写咯 可确定的 对不对 你会发现我都一直在举 联想 举这个term m 你出国 出国有什么 会到这个机场 机场会有terminal 航下 terminal terminal 航空站 或者叫做末端的 对不对 al是属于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terminal 行站 行站 terminate 太多了 ter e r m i n a t terminate 对不对 中词 terminate 对不对 还有什么 terminology 也对 想起来的错词 算页素语 ter m i n o l o g y terminology 素语 terminology terminology 素语 l o g y 后面结尾的 就是这个 错词 对不对 t terminate 还有什么 terminate 如果前面再加字 可不可以再加字 好像可以 想起来了 x 可以再加x 对不对 exterminate exterminate 对不对 这个就是根除 根除 exterminate ex讲过了 外出 对不对 外 或出 你听老师前面讲十一个字 我不信你这个讲不出来 对不对 determine determine 也讲了 determine 各位同学 如果这个没有去掉d 这个也是一个字 determine 对不对 这个也讲过了 这个就是决定 对不对 光这个term 老师这样就补充很多了 好吧 你们多听几次 就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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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笔记密密麻麻的 你有没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我这里还有插掉一些 以后有机会老师出这个笔记 出笔记好不好 给各位同学参考一下 我的理想是这样 出15个page 只要15个page 然后呢 包含15个字 然后呢 包含 2万个英文考试单词 最好是这样 好不好 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看 我的理想是这样 这样 对学生也比较好 否则 这个 人到某一个年纪 都会想要把自己 这个30年 多多年的一些经验 传承给下一代 因为看到疫情 这个covid-19 你会发现 哎呀 很多人一下子就死掉了 对不对 你现在不做以后 可能就没有机会做 我现在赶快要赶快做 就是 突然有这样的感慨 突然又有感慨 这个 上帝有时候会要带你走 Fur Fur 这个是什么 各位同学 你会想到什么 Fur Cary 对不对 这个 Bear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以前在讲这个Birthday 有没有 B-I-R-T-H-D-A-Y 有没有 Birth Birth 以前我们在讲 就在讲到这个Cary 对不对 承受 对不对 攜带胎儿 出生分娩 会有一些痛苦 忍受的意思 对不对 啊 Bear 这个熊 对不对 熊 Cary Birthday就是 这样 好不好 这个Cary 这个东西啊 你可以联想P-O-R-T 这个Port Port 就是那个 这个进口啊 出口港口搬运 有没有 输出输入 都跟这个有关 对不对 你看 好好好 老师一定要赶快到这里 结束 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我这样去讲哦 也是在训练你的大脑连结起来 好不好 哦 哦 这个一定要到这里听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15个单字的第12个单字 antigen 这个东西 全部一次打包 好不好 你如果从头到尾都听得懂 你多听几次 我预估啊 你只要听四次或五次 你就快要背起来了 你就快要有能力把2万个英文单字 好吧 就快要拆解成功了 好不好 好 那希望各位同学 好好利用这个教育资源 好好学习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Class Dismiss 拜拜